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 什么感觉都没有 完全没感觉 就是当然电视里有时候会可能有一点就是竞选的内容 但是没有听有人议论这件事或者怎么样 都是我们会去问你觉得谁比较有戏 就是那个奥巴马还是那个罗姆尼什么的 文道我最近有一个感官或者是观感 我觉得其实中国人才是好奇心 包括政治好奇心最强的一个民族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我接触几个嘉宾 你包括从日本来的 你像这个李小牧 那他也说我们这都如火如荼了 每一个中国人见到他都会问 说你们日本没动静吗 我们这都砸了自个儿的车来 没动静吗 他说没什么动静了 然后有几个中国记者就跑到日本找右翼 你告诉谁右翼在哪呢 他骑着车的外面找不着右翼 你知道吗 找右翼 你包括美国大选 你发现没有中国人爱聊 好像 聊的是我们有票去投去 是吧 没错 虽然我们也不投票 但是我们这个就看热闹 好像比他们本国人还上进 其实中国是本来就对政治特别关心 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也特别关心我们 但美国不一样 美国那个国家 你看他过去好几年 好多好几届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不超过五成的 而且啊 这投票率特别低 但是一般人不是太关心 这五成我跟你说 这个这个敬礼老师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你们这个性别的力量 我跟你说 现在不管是电视台 还是选总统争取的没别人 看电影 电影院 就是女人 就是女人 罗姆尼 这个奥巴马 你看 现在就全 一个是靠老婆 因为这个男人现在啊 政见方面都颓了 不知道他主张什么 或者说谁当总统 区别不太大 其实差 对 就靠老婆 你看 真到了奥巴马辩论呢 不行啊 口才都变不过了 就靠老婆给他加分 对 他老婆那个演讲确实是 你也看了 我看了 我看了两个老婆的演讲 罗姆尼一个老婆的演讲 就是我的感觉就明显 奥巴马的老婆讲的比较成功 就是那个罗姆尼的老婆有一点那种 但是就跟他的那个也很像 就是他有一些 就是优越感的那种 就是我跟你 就是其实他试着很亲民 他的所有的讲话的方式 和他讲的内容也是很 可是你跟那个奥巴马 他老婆一比 就明显的不一样 当然我们像我们这种 拍电影人也会想 就他穿的什么衣服 他的某一个首饰 其实我们是当一个表演 表演课 就是他 他是每个人设计的 给自己不同的那种感觉 包括穿的衣服 就是你看奥巴马的老婆 穿的是那种靠色的 就是他的皮肤的颜色 和他衣服的颜色是很靠的 其实那种亲民和那种感觉会 就是一体 很有那种一体的 更温和的感觉 他说的有道理 这是过去谁啊 那个胡兰城不是有句话吗 叫什么英雄美人啊 不是生来就要做英雄美人的 他有时候还想迎合世俗 只是偏偏迎合不上 这就是说你这个大资产积极代言人啊 你就没办法 我也听他们讲就说那老婆就罗姆尼 这老婆就说我们那个年轻的时候也苦啊 我们那块穷的靠卖股票 我也是看他从很创业很艰苦 那个时候我怎么陪着他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 就是那话里话外好像有一点优越感 就是当然可能是我多想了 但是奥巴马老婆没有那感觉 到老公你看就反过来 我还真觉得那个罗姆尼那天跟奥巴马辩论的 奥巴马这个领带吃点亏 他这个就是深蓝色黑西装 那个镜头一打过来啊 我发现还是咱们中国人爱戴的红领带 感觉抢戏 罗姆尼抢戏 你看了他们那边 我看了 其实那天他真的是变得不太好 没有他平常的水平 是说那次 因为那次罗姆尼的那个就一下上升了特别多 上升了很多 上升了很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辩论上他表现比较优秀 因为在美国辩论从来是很重要的事 当然今天也有很多 我最近在看美国那个哈普杂志 有个新的文章就讲说 美国的公共辩论已经完蛋了 他这么讲 全是作秀 全是表演 但在美国或者在任何民主生活的国家里面 辩论从来都很重要 因为辩论或者公开演讲 从来都是一门很重要的艺术 这现在是从小讲到大的 对不对 我们以前不也聊过这个 就是说美国总统是什么人呢 美国总统就是全美国最会演讲的人 他等于是从小选学生会 大学当什么组织的主席 出来选议员 一路选上去 这一路过十几关 然后攒万将 那么一路上去 他就是最会聊的那个人 而且这个最会聊还有分门别类 就跟这个我们这前部请嘉宾似的 有些人擅长上百家讲坛 你知道吗 有些人擅长一个人说话 我看奥巴马有点这事 就是他一个人啊 这么演讲很有气势 但是我这次也发现了 他要跟人辩论呢 没准啊 他心里还有些怯 他因为他他实际是看他自己演讲 他大部分时候都是看题词版的嘛 这个他被人也讽刺过一下嘛 他有一次在白宫的一个新年宴会上 还在自己就开玩笑 自嘲自己是那种 所以他可能就是比较会那种 因为他确实 他是老师啊 因为他过去在芝加哥大学当教授 他是个老师出身的人 那可是我觉得这无所谓 反正就是整个民主国家的制度都是这样 从小到大就要灌输你 你要懂公共演讲 然后那种演讲呢 那种所谓的民粹的感觉 你是立马可见 像他们那个党大会 就是你看的那个他太太出来演讲 就是民主党的全国党大会 然后另一面是共和党全国党大会 他是整场是热热闹闹 像作秀又笑又拍手 那时候呢就那个演讲的人就像个表演者 他在台上聚光灯打在他身上 他讲了然后才想 哇 他那就是 就是脱口秀的 对那个就是这种民主政治的精髓所在 就是要讲 你要讲到人家有感觉 没错 而且你讲呢 你还得现在得特别研究 所以说大家都得关心女性 就是他们现在说 罗姆尼的这个团队已经就说了 52%的投票 因为女生啊 其实还爱投票 那么52%的投票率是女的 那么那么所以现在打这个广告啊 已经开始就说弄的都戏过了 就开始弄那个小宝宝 做奶粉广告的那种小娃娃 你们看清楚以为是奶粉广告 现在就是被人家批评 说你们以为这样能整倒奥巴马吗 你们这样会让妇女起反作用的 整天 因为他们拍那个广告啊 就说一个妈妈对着摇篮里的孩子 说孩子你知道吗 你将来每年都欠债一万美元 这是谁造成的呢 就是现在这样 奥巴马就拍这个广告 他们就说现在批评他 就是你不能利用儿童 对而且确实美国总统越长越帅了 是不是 这有什么关系呢 那就是女性观众啊 还是有有关系 就看这人顺眼 你比如我 我到底懂多少政治呢 我不懂什么政治 那我毕竟就看这人谈吐啊 或者他看的顺眼 连我奶奶那种就是 克林顿来了一趟中国 我奶奶就说他喜欢克林顿 那他其实怎么了 那就是他那种那种样子 他那个发他那种态度 就是让女的觉得喜欢 那你说至于谁 就像你刚才说的政治上 民主党共和党到底差别有多大 真做几事来 其实就是看谁顺眼 所以就越来越明 没错 但这个东西其实 所以今天要不说进入这种偶像年代啊 我觉得有点反谱归谷啊 你知道我们前一阶段 包括现在这个阶段呢 中国人都有点部分中国人吧 都有点狗眼狗眼看人低啊 就一说看你多少钱 看你穿什么衣服 看你这个哈 其实你记得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中国人对人物的这个审美啊 是很讲究的 就你有多少钱呢 你没有用的 上来大家一来二去 这个谈吐 谈吐不凡 是吧 风采照人 这个东西啊 真不容易啊 那个东西是可以念得出来的 那个其实也是后天的 你有多少钱穿什么样衣服 这当然是后天的 也可以 那个也是念的 所以以前的人为什么要 你讲那个时代 他们要喜欢讲风神 这就是风神嘛 就你这个范儿 用我们今天讲完这范儿 你坐在那 你说话 你的状态 你什么表情 什么样子 那不是一个讲你的容貌的问题 而是讲你身上出来一股什么气 你比如说像克林顿 克林顿他帅 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大帅哥 其实他又不是 那他为什么能够吸引人呢 他有很多细节啊 他做到的 那就是范儿 比如说举个例子 所有听他演讲的人都会强调 他有一个独特的能力 就是台下几千个人 每个人都觉得 刚才他在盯着我的眼睛说话 没错 因为我们都见过很多政治人物出来 他对着大家说话 你觉得他好像谁都没在看 但克林顿是能够让台下 所有的人都觉得 他正在对我说话 他不是对我们说话 他就在对我一个人说话 我方能跟他有一拼 那就周恩来了 周恩来是能做到 就是说 见这几十个人 完了之后 告别的时候 一一握手 徐静雷你好 杨文道你好 把名字 全都记得 你说这个 你会觉得他对你的这个重视 这个家伙 所以中国也是有起色的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交 无尽共酒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全球转型企业合作伙伴 众心为你聚焦 世界因你璀璨 新一代轩逸 钥匙登场 感恩四百万 彪悍礼遇回馈每一个你 东风日禅 我给你看一段 就说美国总统大选 为了争取女性观众 女性喜欢娱乐 现在最时髦的娱乐 就是韩国那鸟叔 你刚从美国回来 你没看到 江南 火遍全世界 火回了美国去了 他是韩国人 韩国的 现在是 罗姆尼也跳他那个马 马舞 然后在网上 有人搞这个谁 奥巴马 找了一人 他还真像奥巴马 还像他老婆 跳一段 咱们可以也跟着娱乐一下 奥巴马 Gandam style 奥巴马 你说在美国 就搞政治容易吗 政治容易 太难了 要当总统 但是也挺好玩 他们好像设计 好多特别好玩的视频 就是我看他那个 有他们把那个 比如说奥巴马 所有的演讲 抽出一些字来 然后比如说 最近有一个歌最有名 比如叫什么 Call Me Maybe 就把这个歌的 所有的歌词 从他那个演讲里 一个词一个词的找出来 就要做成一个MV 就在Facebook上 经常能看到这种东西 做好多好玩 还有原来是那个谁 那个那个 希拉里也做过一个 是不是 就是有点自嘲的 那种感觉的 就比如平常 谁挤的了他什么 他就在那里面 就是做一个 就是比如说 说他严肃 他就是戴一墨镜 然后那个就是那种 我看过那个片子 对就是 就是挺好玩 是拍好玩的 对他们做好多 但是好多是自己做的 就是拿自己 开玩笑的那种 但是跟流行文化 都结合到一起 这样可能也是争取那种 可是这个东西 有时候你就会觉得 难怪很多今天 有些严肃点的评论家学者 就觉得 现在的民主已经完蛋了 这西方民主政治已经 以前是搞民粹 民粹就是鼓动人民激情 仇恨外敌什么的 现在不是啊 现在基本上 就是全程的娱乐巨星 对这个民主品质很低 大家都忘记了 他的政策是怎么回事 他过去说过什么话 今天有没有矛盾 大家看的 就是他现在出来跳这个舞 所以他们也很会耍 对不对 所以总要抓几个重点 在欧洲或者美国这些地方 大家普遍对动物 宠物有感情 所以他们必须 除了是美国中文 必须要信教之外 还必须养宠物 现在 对不对 所以白宫总是 养一对狗 我觉得这些狗园 还做过一个视频 是有人说他吃狗肉 是不是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视频 就是讽刺 就是好像挤得自己的那种感觉 你觉得美国人好玩吗 你在美国整天party的 他们可能不同年龄玩的 范儿有点不一样 比如高中生 就经常会看 你在纽约会经常看到 高中生租那个很大的 家常林肯 就是然后在那个 也不能喝酒 就沿杯饮料 把窗户都打开 冲着外面叫 这是他们很典型一种高中生的那种 要毕业了 对对对 那种文化 大人可能就不同的地方 也许有不同玩的 都不一样 全世界的这种大都市的娱乐文化 它就差不多吧 反而到了农村 到了乡下点的地方 我觉得那个时候分别就很大 比如说美国有一些西部的 我们去过一些小镇上 他们的玩还是那么的 像电影里面的老美国 就男男女女镇上 男女去电影院看戏 看完戏出来呢 会到那种喝奶昔的地方 那个奶昔还是那种高的 红色的那种八凳 散散发亮那种红凳 然后就很单纯 很纯情 然后很多人喜欢去人家家里面烤肉 他们玩 就乡镇那些主要就是到家里面 院子里面BBQ 然后呢 有人会自己玩乐器的话 说不定还真的会拿乐器出来玩 当然欧洲更厉害 欧洲你到人家家里头玩 他们就会出来弹琴拉小提琴 唱歌 唱歌 对自己唱歌 自己跳舞 是这种玩法 他们不玩卡拉OK 很少 都是到要到什么 韩国城什么才能有 亚洲人爱玩 美国人也玩 但是不多 你卡拉OK绝对没有像我们中国 日本亚洲 这些地方这么厉害 我现在觉得咱们这个中国呀 至少是城市里的人呢 我是觉得显得这个信息娱乐呀 是相当的发达 你明白我什么意思 就比方说 非常非短流长的娱乐 或者八卦的娱乐 是主要的娱乐 比如说你这个中国人这个这个微博 或者说中国人的这个 你在网上 你看你整天是娱乐什么呢 都是娱乐非短流长 说这个说那个 包括外国外国就是出事了 这都是一个信息娱乐 但是你看你知道美国啊 你觉得他们玩的好像很 美国我觉得还有一个挺明显 就是运动对他们来说 像吃饭一样 就是我们其实运动 还是说我要去运动 但对他们来说 就是我跑步和什么 好像是我每天当中 必须的做的事情 对对对 我觉得他们好像玩的有点自闭 你知道吗 就是是在自己一个固有的生活里面 你包括啊 同样他们就说社交网站 在中国对中国 跟对美国完全不一样 你说那个Facebook 我后来我在美国朋友 我也看了几个哈 我发现他们那个Facebook 是干什么的呢 不像咱们这个是传播消息的 他那个好像真的就像是 一个人啊 个人的一种一种一种橱窗 就是我把我的照片呢 修饰的都特别美 我就就就就摆在上面 就跟他的一个脸一样 他跟那个微博 有一个不同的功能 就是他可以就是 因为我没玩过开心网店 他是可以勾就是比如说 我们一起拍一个照片 我就可以把你的脸勾出来 这样的话 就是也显示在你的首页里 就他会有一些这种不一样的地方 他更多元化 他的玩法 但是我还是想讲到这样 讲玩这个东西啊 比如说就拿最近黄金周 我们把华山差点给踩爆了 那个事儿 很多人就说中国人太不会玩了 老几啊 或者什么也有人说 是因为我们制度的安排 可是我常常觉得要有点耐心 有时候我会很感慨 比如说你去了别的一些第一世界的国家 看到他们放假旅游 去郊外 去爬山 比如说在欧洲 我去瑞士的时候也很感慨 看到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 在平地上都已经组了拐杖走路 还在爬山 然后就全民爬山 你觉得他们玩的好文明 而且路上好干净 好健康 那看到我们呢 我们的郊外就是乱七八糟 又闹又什么 可是你再回想 这不能叫做什么文明高下 而是中国人好像憋了很久 终于可以玩了 终于可以是大家都玩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 大家都出来玩 要去旅游了 有放假的时候了 那股憋着那种劲要爆出来 我们现在还在这个阶段 就叫井喷 这个井喷 就是美国还有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特爱排队 什么事都排很长队 什么夜店 什么餐厅 什么那种 大家就是这种排队 就好像排队也是他们其中一个 比如我去夜店玩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是说我一定要进去才 因为排队的时候他们也在玩 排队的时候他们也当成娱乐 都会聊天 排队是个社交场合 你说的这个我们也学会了 我们排队也娱乐 你知道前两天就说华山 华山不是出事了吗 然后在索道那排队 你能想象吗 等着坐缆车 排了四个小时 这些人们排了四个小时 排到最后有些老人已经倒了 然后剩下的中国人民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互相打气 就同声高唱啊 最炫民族风啊 这也是自我娱乐就坚持到最后了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亿重工 传承千年量造工艺 历经天宝洞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范 周大福 我发现呢 就是 就是中国有一批人啊 他们这一生当中啊 你像现在有些是我的朋友 我说我挺羡慕你们 比如说在美国能够住十年 或者哪怕五年 三年 就是有这么一段 人生经历 你比如他们这一代人啊 我觉得挺有意思 好像这个命啊 就是东闯西走 比如说在国内是上山下乡 是吧 然后呢 七八十年代 一般都是这个飘洋过海 到美国生活一些年 哎 我觉得 这挺有意思 不过他们 你看 我跟他们要这么说啊 他们就跟我说 说你受不了的 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 你很寂寞 说你受不了这个寂寞 反正我不知道台湾人或香港人 就是中国人在那边 其实真正打交道 你很少有很多 就是真的是进入那 别就是美国家庭的那种 因为我看到的 还是大部分都是跟 就是中国来的人 大家有一个家庭聚会什么的 偶尔中间会有几个美国人 或者是也许法国人什么的 这种 台湾香港也差不多 其实你去大城市已经好点了 就是像纽约那种地方 但是你一直要 你真的要说落地生根了 你在那上学了 或者你家中有小孩了 你就才有机会叫做 真正生活融入美国主流 为什么 因为一般华人去了 我们可能会上班有美国同事 但是大家都是成人交往 你懂我意思吗 不太一样 等到你有小孩 你小孩是有美国同学 他那个就跟你是 完全是两个世界 但是即便是ABC 因为认识一些 就是在美国长大的 他们也喜欢自己玩 其实他最终还是 就是台湾 就是亚洲人和菲律宾朋友 什么 对对对 就是这种 还真正说 反正我碰到 就是你白人朋友里有特好的 或者是还真的 反正我看到不多 还真是 就是哪怕是你从小就在那 出生长大的 这个中国孩子 最后发现 好像也不是跟白人混到一起 这个就是 我觉得美国跟英国不一样 我们在英国那个月 你有没有注意到 英国是比美国更混合的 很奇怪 一般觉得美国更开放 但美国更 更常给人的感觉是 什么人去 你有一个查那趟 你有个小印度 你有个什么 大家分开 英国当然也是 但英国更多人 是真的是 从小混到大 注意到没有 英国很多华人 他会有个印度朋友 他会有个英国朋友 他会有个南美洲的什么朋友 那个情况比美国普遍 所以有人说 上次学会说 说美国人的种族偏见的 是骨子里的 是非常深的 是你表面上看不出来 实际他心里有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管 这边在姐妹每个人会